如果輸出成標準格式 那標準格式當然這地方跟剛剛的有點類似 剛剛是清除掉 然後就是這樣的格式 他的工作表名稱 不過這不是標準的 所以我如果希望做是標準的 標準格式 那這個地方當然 有點類似剛剛的做法 只是說差別是什麼 把這個地方本來是抓這個名稱 把它改成2016 那其實 因為這個標準日期格式 其實你也可以用自串先串好 丟過來 丟到直輪格裡面 他自動會幫你轉換成那個日期格式 也就是說呢 我們裡面需要變動的當然就是 串前面這個東西 最後面再串一個1就可以了 把它加進來 所以基本上我的程式呢 大概就是改了一個地方 就是說 在也是一樣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這個都是一樣的 那也是判斷說他 是不是小於3 就是沒有處理過的 如果沒有處理過呢 我後面就加上什麼 2016 斜線 幾月的話呢 就根據什麼 根據I 1月嘛 所以1月那I剛好 I的值剛好就1到3 所以呢我這邊串就1月 再斜線 那把原來的 資料有沒有 原來是1嘛 那就把它串在 所以1月1號 那1月2號 一直類推 所以利用他的方式的話呢 可以把原來的資料 把它加到後面 前面就串成了 這個是一個變數 這個是由I來 產生 那這個2016 所以這個串出來 結果就可以看到 是這樣 不過 因為他丟過來的是一個 字串 把它放進來 那因為呢 這個字串丟到 除辰格裡面 有點像輸入鏡 輸入鏡 判斷說這裡面是數字 這個日期的話 他就用日期格式 幫你去做格式化 好 不過 後來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可是我希望 這個 最後顯示的格式 如果可以幫我改成民國年 有點像類似 之前我們做過練習 就是類似像什麼 民國年 然後 這邊的話制定一下 我希望做出什麼 這邊 年不要 用年 用點好了 比如說這邊的話 這個105年的 不要1月了 就是中間把它改成點 那這個這個不要 然後面的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週期 AA 這個好像我們上一個階段的課程有提到 如果我說呢 個位數字就自動變兩碼 比如說 這個1月就變 01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加上MM 這邊加上DD 那也就是說 假設了 我的需求是 希望做出一個這樣的格式 把 這邊 改上 改在這邊 當然你這邊按確定的話 改了 可是其他怎麼改 如果說你希望 把這個格式呢 在輸出的時候 順便 套用剛剛你需要的格式的話 那其實在那個VBA裡面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先制定 切到制定之後這邊有個字串 你把這個字串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之後的話輸出的時候可以在 我們這個 VBA的這個地方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 先打一個Sales 點 點 點下去之後呢 它有一個叫做一個屬性 叫做Lumber Format Local 那這個Lumber Format Local 其實就等同是什麼 你按滑鼠右鍵 好 儲存個格式 裡面的那個動作 等於什麼呢 就是把我剛剛那個字串 裡面那個字串貼上去 有沒有後面不是這個字串 那請特別注意 最後面的話 這邊一個點 那請注意一下這個裡面 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請記得把它再加一個 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是 有雙引號 那記得就是把它改成兩個 因為它這個固定規則 然後 看分開就OK的 所以裡面如果說這個 這個字串裡面呢 有雙引號 你就自動再補 補一個給它了 變兩個 不然的話沒有辦法分辨說裡面的還是外面的 所以它這個 在VBA裡面 假如是用到是Excel的 那雙引號都會固定 多增加一個 那輸出的話特別注意 請你最後 在Sales的前面 再加一個刮壺 把這個刮壺加 為什麼 你想說刮壺 為什麼最後加 因為如果你刮壺加之後 你按下那個點 它那個Lumber Format Local不會提示 但如果你記得起來你可以先打沒關係 不過我的習慣 因為這個Lumber Format不難記的 只是說要打一串 還是 挺麻煩的 所以有的時候呢 我會先怎麼樣 先打完之後 記得最後再加上一個刮壺 然後呢 記得再把Lumber Format Local 後面把那個 你剛剛制定的那個格式加上去 那這個時候呢 並且把它執行看看 把它清除 然後再把它執行 因為它輸出的時候呢 會順便怎麼樣 幫你把格式全部加進來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所有的東西 格式都加上去 但是呢 就會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這地方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多了一個什麼 非 其實乍看之下 它是一個日期 可是實際上 它不是啦 所以 最後呢 我又寫了一個什麼 就是這個什麼 刪除那個 非日期資料 裡面的程式 其實也只有五行 跑一個回圈從中到尾 一個邏輯判斷如果 裡面的資料 不是日期的話 就幫我把這一列給刪掉 五行程式 所以按一下它 那裡面的那個 非日期的全部刪掉 OK 那這個程式也不難寫 基本上就是 按右鍵 就是這樣 For I等於 第一列 其實應該 第二列 因為第一列是藍位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如果 Istay 我剛剛講過了 Istay來判斷什麼呢 儲存科裡面的東西 如果等於Force 等於Force那表示什麼 不是一個日期格式的話 Then 把那一列 那一列有沒有 若使物件 哪一列呢 他找到這一列 把它怎麼樣 刪掉就好了 OK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 以後如果說你要刪除一些 非日期的格式的話 那這個地方 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那這個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剛剛的這個部分 多一個 標準日期 再多一個 Lumber format local 還有就是刪除非 日期資料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有請 雲端 好 在這邊